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那天傍晚 七岁的小宝哭着打来电话 告诉我们 爸爸又在打妈妈了 我很害怕 那一天 我和你爸才知道 原来这些年 你一直过得都不好 那一晚 我和你爸翻来覆去都没有睡着 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就在想 那些年我教你温柔贤惠 我教你遇事忍让 是不是才造成了今天的恶果 才造成了公婆欺你 才造成了丈夫打你 才造成了你现在有苦也难言的现实 如果是 我向你道歉 并且想重新教给你一句话 宁作泼妇 不作弱妇 小时候 你说你很喜欢妈妈的同事 宁阿姨 你说她人如其名 宁静 典雅 等你长大了 也要同她一样 宁阿姨确实是女人的典范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 后来宁阿姨离婚了 为什么离婚 和她的性格有关 宁阿姨年轻的时候 是满脑子都是爱情和远方的文艺女青年 当初找老公时 她的条件最佛系 引用她的原话来说 就是 对方有没有钱不重要 有爱就行 反正我是嫁人的 又不是嫁房子的 谁知道 她就是真的一分财力也不要 就嫁给了现在的老公 上了门 本以为是郎情惬意 夫唱妇随的幸福生活 可谁知道 是噩梦的开始 刚结婚几年 宁阿姨过得还不错 丈夫体贴入微 婆媳之间虽然偶有嫌隙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是怀孕以后 整个就变了 因为孕兔强烈 惧怕油烟 她就很少做饭 平时要么老公做 要么出去吃 婆婆知道这件事后 居然嫌她矫情 整个孕期不管不问不说 就连生产以后也不情愿伺候 整个月子都是老公忙前忙后 她心疼老公又要上班 又要帮忙照顾孩子 忍不住埋怨婆婆 只顾自己吃喝玩乐 不顾子孙死活 没想到老公居然黑着脸说 我妈又不欠我的 她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反正又没花你一分钱 婚后三年 像这样扎心的事情还有很多 可是她都一一忍了下来 直到有一天 她偶然听到有人问婆婆 为什么你们家根本就没有婆媳矛盾 婆婆的回答是 我那儿媳当年是上赶着嫁到我们家来的 她敢和我闹矛盾 我就要儿子和她离婚 听到这话 她的三观彻底崩塌了 积压已久的婆媳矛盾终于爆发 闻讯赶来的老公非但没有安慰 反而对着她高声质问 我妈又不是针对你的 你为什么非要跟她过不去呢 她最后只问了丈夫一句话 如果我和你妈闹矛盾 你真的会和我离婚吗 还未等丈夫开口 婆婆已经给出了她的答案 她叫嚣着 离就离 就我儿子这样的 不愁再找个二十岁的黄花大闺女 很快 宁阿姨就离了婚 在这段感情里 她受了太多委屈 在这段婚姻里 她体会了太多心酸 有句话她时常跟我讲 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 你退一尺 我退一丈 只有你退一尺 她尽两尺 这就是人性 太好说话 你就只有被欺负的份了 可惜 我懂得太晚 你小的时候 总是说隔壁王阿姨 是个泼妇 嗓门大 脾气大 你说等你以后长大了 一定不会同她那样 立志要做一个温婉的女人 立志要做一个贤妻良母 可是有些事情 你是不知道的 王阿姨刚结婚的时候 也如同你说的那般 是个温柔的女人 夫唱夫随 对公婆也是毕恭毕敬 可是她换来的是什么 是公婆的任意欺凌 是丈夫的不理不睬 甚至在她怀孕期间 家里做饭的是她 刷锅洗碗的也是她 为了家庭和睦 为了婚姻不易 这些她都忍了 可是越是忍让 越是谦卑 公婆就越发肆无忌惮 特别是在小姑子结婚的时候 婆婆居然说出 女儿没有陪嫁容易受欺负 希望她把自己的陪嫁拿出来 给小姑子撑腰 了不起算借的 以后有钱了还她 听到这话 她又急又气 她本来指望丈夫说点什么 可是丈夫的回答 更让她寒心 她说道 我妈说得挺对的 要不你就把陪嫁的 那些首饰拿出来 反正你平时也没有带 也是从那一天起 王阿姨彻底死了心 她决定不再忍让 那天她和婆婆大吵了一架 像一个泼妇 更像一个浑身 长满巨刺的刺猬 她指着婆婆的鼻子说道 这是你女儿结婚 不是我女儿 我的陪嫁首饰是我妈给的 就算丢掉也不会给你 婆婆大惊 她怎么也想不到 记忆中那个逆来顺受的媳妇 今天会如此这般 她指着王阿姨的鼻子破口 大骂道 都说长嫂如母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小姑子吗 王阿姨的回答是 长嫂如母是指妈死了的 现在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自己的女儿结婚 自己操心去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婆婆再也没有提 让王阿姨拿出陪嫁的话 就算外面风言风语 说王阿姨怎么怎么不孝 怎么怎么颇付本性 可是王阿姨却丝毫不在乎 甚至在这条道路上 越走越远 后来她告诉我 谁不想当个优雅的贵妇啊 可是你周围的环境允许吗 你优雅 别人就踩到你头上了 所以我只好选择当个泼妇 说实话 自从当了泼妇 我的日子开心多了 在你出嫁之前 我也曾为你衷心祝福 你说你嫁给了爱情 你说你找到了 一生之中最爱的人 你说未来的每一天 都是充满甜的蜜 是贴着笑的墙 可是隐约间 在我的心中也充满了担忧 我不敢告诉你 宁阿姨和王阿姨的故事 更舍不得告诉你 这个婚姻的惨痛现实 多少红盖头之下 曾立志要做一名 贤妻良母的女人 最后都齐刷刷地 被生活逼成了泼妇 我希望你能活得优雅 甜淡 但是更希望你能知晓 婚姻中一味地忍让 只会让那些欺辱你的人 变本加厉 一个女人要想在婚姻里 活得有尊严 活得体面 不仅仅要有坚硬的躯壳 还要有锋利的长矛 我希望你要学着 做一只刺猬 不扎人 但一定要有自保的能力 我更希望 当你的身边 都是欺软怕硬的人的时候 你能亮出你的毛 你能露出你的刺 做一个通通快快的泼妇 人生匆促 这一生 别委屈了自己 我去做他的身边 嗯 都没用